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它说如土在三角形ABC中 角CA是90度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线类为这个线段AB的中垂线 然后交这个BC跟AB于PQ2点 所以这个是中垂线 因此这里垂直 而且这两段相等 好如果说AB等于20 底下这里是20 然后BC等于16 16 直角三角形的两个边都知道 所以这一个边我们就顺手把它算出来 它会等于根号斜边的平方 也就是20的平方-16的平方 那20的平方是400嘛 所以就是400-16的平方是256 一减下来发现是根号144 该出来就是12 所以我就可以算得出来这边其实是12 好顺带把它算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题目要求PC 求这莫名其妙这一段在这里 要怎么求呢 你看它要求PC这一段 那PC是多少 不知道 假设它是R 好假设它是R好了 小R 大概就求这一段 好 它说L是中垂线嘛 那所以PA是中垂线上的任意点 它到两端点会等去 因此啊我就可以知道说 要把这边连接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A跟PP会一样长 那么如果我假设这里这一段粉红色的是R的话 那么这一段绿色的部分全部是16 你是R 所以我绿色的这一段是16-R 那因为P是中垂线上的任意点啊 所以它到两端点等去 如果你是16-R的话 我也是16-R 那你看哦 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哦 它的斜边是16-R 然后这里是R 这里是12 所以这个12的平方加R的平方 就会等于它的平方 我们把它列出来 12的平方加上R的平方 就会等于 挂号16-R的平方 好我们计算一下哦 12的平方是144 加R的平方照超 16-R的平方 就会等于16的平方256 减掉2倍的16乘以R 就是减掉32R 再加上R的平方照超 两边拖R的平方可以消掉 32R一向过来 好我们这一向过去 然后这144一向过来 所以就会变成32R 会等于256 减掉144 一减下来发现剩下112 除过来 R就会等于32分之 112用约分的 4832 414428 4832 再用4约等于7分之2 所以R我就算出来是7分之2了 这一道题目我们就完成了 好 所以这一道题目我们回过头来看 会很难做吗 其实不会 它既然要我们算PC 我们就把PC假设成R 那因为P4这个中垂线上的任意点 它到两端点等去 所以这一段会等于这一段 那全部是16嘛 所以剩下这绿色这一段 就是16-R 因为16被它拿走R 剩下16-R 那到两端点等去 所以你是16-R 我也是16-R 可以应用